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小燕鸥稍微远一些 约百米左右 这几天天气非常热 太阳大的时候 热扰流非常的严重 这是前一天早上十点左右拍的 就在车上拍 这种漂浮状态自然是拍不久的 燕痕就比较近一些 但是它热得扬起背语 张大的嘴巴在散热 另外还有东方环景坑及高峭坑也在此繁殖 再往里走就是去年四月出现的彩色盐田 当时也是热门的景 我第一次拍小燕鸥繁殖是在张宾工业区海边 是车拍 是车拍 绕一圈以后 交配 孵蛋 御厨全都有了 那是十一年前的事 约翅 陌重 山外 海边 王天 王天 집王梁 清脑公园 七谷顶山小燕鸥的繁殖地早期是盐田 这片历史地仔细找有好几草的小燕鸥 大部分已经孵化出来了 这一草有两只雏鸟 青鸟做久了也会移动一下活络一下筋骨 这一切都会变成的 蜡蜜的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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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鸟坐潮久了 就像我们宅在家久了 总想出去走走 因此潮区附近有什么动静 青鸟就会飞去参与一下 青鸟飞离时 雏鸟都就地握着 不会随便走动 这可是生存法则 不久青鸟就回来了 当然实际的时间 要比影片中的要久一些 它回来后 还不想坐潮 走来走去 坐下来后 一有热闹 它又走了 小燕鸟在台湾是不普遍的流鸟 及不普遍的下后鸟 是二级保育类动物 它的特色是鲜黄色的嘴灰 前端黑色 头上戴了一顶小黑帽 体型在燕鸥中算是最小的了 体长仅22到28公分 所以叫小燕鸥 小燕鸥喜好在距离海岸一公里内的沙滩或历史滩竹草 桃源台中 宜兰 花莲和澎湖沿海 都是常见的小燕鸥繁殖地 尤其是桃源 足为渔港 经过鸟会 爱鸟人士 及政府相关单位的努力 营造了小燕鸥繁殖的理想环境 旗鼓有幸 今年小燕鸥自动找上门来 希望大家多一点关注 不要干扰他们 不要进入潮区 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 有些人总想靠近一点 希望有关单位想出一些好对策 让这里能够成为小燕鸥理想的家园 本来也能够营格 令人心里的宝鸥 只要是安排红鸥 接下汕鸥 尤其是桃源 导致不去 仅仅庆地 断位于十分之一 是比拔台 每个小燕鸥 可以 在这段机上 要再烦丰 会 谢谢您的观赏 欢迎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 下次再见 谢谢